大家好,我是阿忠 今天我们在市场上买了一根羊蝎子 大家看一下,20块钱一斤 这一根羊蝎子是6斤 我们花了130块钱 大家看一下发脏吗 平常我们在家里面吃羊蝎子都是吃红脏的 吃的是过瘾 但是很容易上火 吃多了让人受不了 今天我们就留着羊蝎子 为大家分享一款更健康的吃法 汤鲜味美,做法简单 好,话不多说,我们开工 大家看一下 这个羊蝎子虽然说20块钱一斤 但是上面的肉还是挺多的 首先我们把羊蝎子给它斩成块 我们剁羊蝎子的时候 给大家讲一下 从这两个孤节的白的这个地方 给它剁下去 因为这个是脆骨,比较好剁 这样剁出来是七刷刷的两个孤节 看到了吗 每一个都是这样 好,羊蝎子我们做好之后 把它放入一个干净的盆中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我们给它浸泡半个小时 这样能更好的去除羊肉里边的血水 利用这个时间我们切点大姜片 葱切段 好,切好 装入碗中备用 另外我们再准备少许的大料 因为羊肉不放一点大料 它是非常的山 我们放的大料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它的清香味 有陈皮 香叶 桃果 白蔻 肉蔻 白纸片 白纸片要稍微多一点 好 我们再放一块党规 我们再放一块党规 大家看一下 党规和党身是不一样的 像这样的是党身 白的 细的 单根的 这是党身 这样的是党规 之前上一期有个朋友问我 党规和党身有什么区别 这就是党身和党规的区别 一个是白的 一个是黄的 大家一定不要用错了 党规要比党身要香一点 好 我们放一块党规 这样我们炖出的羊肉汤 更加的营养健康 大家看一下 羊蝎子我们泡好之后 然后再用清水给它清洗两边 然后我们把清水锅的羊蝎子 放入冷水锅中 给它焯下水 焯水一定要冷水进锅 最后把里面的血水给它清出来 我们炖出的汤才更白更浓 我们焯水的时候一定要小火 不要大火 大火的话里面的血水 激发不出来 就给锁到里面了 这样炖出的汤它不白不浓 然后加入适量的黄油 这样能把兴杉味给它压制一点 炖出的羊肉汤更加的清香 烧开之后我们打去上面的浮沫 我们在焯水的时候一定要给它焯到没有浮沫溢出 这样炖出的汤才更加的白更加的鲜 好焯成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捞出给它清洗一下 我们另起锅 锅中加入少许的食温油 有猪油的话放猪油最好 没有猪油的话我们就放简单的食温油就可以 然后把大锅中料理 这个凉骨头最后经过我们这样炒一下才更浇 更浓 炒香之后我们加入开水 开水 开水我们不要一次性加到位 要稍微加一点 然后大火给它烘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个开水刚刚倒进去 汤立马就变浓了 只有看这种方法炖出的汤才更加的香浓 好 汤开之后我们再加入剩余的开水 大火烧开 好烧开之后我们把它放到炖锅中 最后把我们准备好的葱姜给它放进去 大料给它放进去 好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盖上锅盖 大火烧开小火炖40分钟 就可以享受美食了 时间到了 我们看一下 哇真是太漂亮了 满屋飘香啊 然后我们把上面的大料给它剪出来 等归不少剪了 等归我们就放在里边 接下来我们开始调味 食入盐少许 胡椒粉少许 好我们给它搅拌均匀 别的什么东西都不用放 鸡精味精都不要放 因为我们这样炖出的羊肉汤非常的鲜 吃肉喝汤真是太美了 好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这样就可以食用了 我替大家尝一下 这个汤咸鲜可口 非常的好喝 绝对让你喝一口就停不下来 我们再尝一下肉 大家看一下这个肉 非常烂 肉非常的香 一点都不删 真的很好吃 好 最后我们再撒一点香菜 酒黄或者蒜苗花 点缀一下 这样味道更好 我们吃过羊肉啊 也可以肉来涮菜 准备一点粉条 青菜 喜欢吃什么放什么 也可以当火锅吃 真是太方便了 好今天我们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了 视频制作不易 各位好朋友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请帮忙点赞 转发收藏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